中广早报新闻 在YouTube频道上的直播影音画面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听到中广早报新闻 也谢谢大家 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到的是 今天各报在头版的新闻重点整理 今天礼拜五 不过其实头版新闻不算是非常聚焦 比较有焦点的两个新闻 一个是中美贸易谈判的部分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报系的工商时报 坐在头版头条 而自由时报也放在头版下班版面 联合报今天是头版二题 聚焦的呢 两个重点 一个是美中贸易谈判双方派出来的大阵仗 另外一个是在谈判的当口 竟然美国方面下令说 禁售中国的一些电信通讯设备 这个在今天的财经焦点版面 以及各报的头版都看得到 来讨论到底这样一个诡谴的情势 代表什么 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盘算 今天的财经焦点 另外一个重点呢 则是卡管事件的后续 今天5月4号 五四运动呢 在大概快要100年前这个登场 那么今天时隔近百年之后 台湾现在有一点点五四运动的氛围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是公布最新的民调 来看一看呃现在国内对于这一波 把管啦卡管啦蓝绿双方或选民 他们有什么样的立场支持哪一边的说法 而中国时报头版头则是呃锁定 头版二体锁定吴茂坤 我们的教长争议相当多 现在最新的争议是跟庆父有关哦 说他当时呢担任庆父呃 跟庆父有关的一个基金会的董事 竟然没有报给教育部 这是各报今天比较聚焦的一个讨论 还有个是读懂争议 读懂争议呢 是比较放在各报焦点版面 昨天经管会主委顾立雄 针对这个部分呢 有一些说明 还有一些后续的政策作为 今天各报在焦点新闻版面都看得到 好我们直接先来听听看各报 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部分 做了哪些报道 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头条 好来听到是中美贸易北京谈判之际 现在竟然传出哦 美国要禁售 包括华为跟中兴的电信设备 这是工商时报 今年的头版大标 说呢 现在马上备受瞩目的中美贸易战磋商 已经开始了 川普在中美贸易谈判前呢 他先来给一个下马威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川普政府以国安顾虑为由 在未来几周就会发布行政命令 限制包括华为跟中兴电讯 这些大陆厂商在美国销售电信设备 如果川普采取这项行动的话 他代表的是中美在科技跟电信领域的贸易战火急升 可能会引发大陆当局的一个报复行动 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 而且呢 这个行政命令 它的牵扯相当多 包括是不是会限制核心的网路设备呢 还是扩及到包括手机啦 大领域通通都限制啊 现在因为方案没有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猜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另外在各报的内页部分 有很多分析哦 包括工商时报的二版 中美谈判 拼达成过度协议 大陆官员说 如果没有办法有任何进展的话 可能一个月之后 就会到美国去磋商了 这是今年工商时报的二版 而自由时报把这则新闻 放在头版下半版面报道 说美国要禁售中国电信设备 全球美军基地 华为中心手机通通下架 因为觉得说 这些手机可能会潜藏间谍活动 或出现通讯中断风险 在内页也提到说 昨天有立法委员就问到 我们自己的国防部哦 国防部说 我们早就已经限制 大陆手机的使用了 这部分对台湾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内页的另外一个报道 另外在联合报 今年头版下半版面 有美中贸易谈判双方的大阵仗 米努秦帅豪华组合 还有刘鹤领军的七人小组 整个谈判呢 现在要展开磋商 讨论包括中国强迫外国企业进行计转 还有政府对科技发展 给予补贴等等 要谈到5号 美国的代表团就会离开了 联合报今天在二版 有整个版面的配合报道 说美中贸易边谈判边角力 美国要限制华为中心销售 打国安排 而彭博的解读是说 其实你不要小看中国 中国方面也有动作 中国基本上已经停止购买 美国的黄豆了 所以彭博说 中国已经停买美国黄豆 让美国农业界的人士相当紧张 国际黄豆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涨 下半版面说 大陆有盘算 美国到底会不会空手而回呢 记者许一诚的特稿说 还不至于啦 因为总要给点甜头吃 才能够展现说 我们也是有一点善意 进退之间是分寸的拿捏 今天联合报在二版说 这一次的中美贸易会谈 试图要降温 虽然说最后大家预期的结果是 达成继续谈判的共识 不会有太明确的一个成果出来 不过呢总算全球觉得只要气氛和缓 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一次会谈聚焦重点 包括川普希望缩减中国对美国 高达3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中国对外资的投资限制 还有智慧财产权关键的技术移转 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等等 而对中国来说这一次呢 也希望可以用国家的资金来支持 力推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 希望美国部分呢 不要这么多的一个阻挠 这是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分析 自由时报今天交点 新闻版面四版说 美中聚焦六大议题 恐怕很难达成突破性的协议 贸易谈判展开北京下封口令 在大陆媒体部分呢 是对这部分的报道相当的少 所以自由时报说是北京下的封口令 实质进展还要看官方说了算 刚才说这个中国已经停埋 美国黄豆自由时报 今天这则新闻的报道是说 中国是来阴的 在暗地里停埋美国的黄豆施压 自由时报今天的四版大标 听完美中贸易谈判的几个角度之后呢 我们来关心国内的话题 国内在卡管以及把管的争议部分联合报 今天头版头条有最新的民调 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大标 把管联合报民调说 百分之五十六批评教育部 受到政治力的影响 百分之四十一认为 违反了大学自治的精神 另外在联合报这一则 最新的民调是说 对台大校长领选风波的看法 认为呢 应该要尊重领选结果 有百分之四十四 教育部驳回台大校长领选 到底有没有违反所谓的大学自治 在联合报的访问当中 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说 确实违反了大学自治的精神 而政治力有没有介入呢 这个比例更高了 百分之五十六认为 确实有政治力的介入 在相关的报道说 有四成四的民众主张 教育部应该尊重台大领选结果 只有百分之九 支持教育部驳回的决定 政党倾向来看 其实蓝绿的立场就非常的清楚了 蓝营支持者对台大校长领选事态呢 这个表态相当强烈 七成二认为教育部应该尊重台大领选结果 六成六认为教育部驳回决定 已经违反了大学自治 还有八成三认为 把管就是有这个政治力的影响 如果被问到中立选民 认为把管案有政治力介入的 也有五成左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应该共识是蛮高的 而民进党支持者对台大校长争议的态度 是比较保留 但是也有四成九认为 整个把管的后面呢 是有政治力的运作 这是今天联合报公布的最新民调 好另外在中国时报则是把教长争议 放在了头版二题来加以报道 中国时报标题 东华校长大学的校长任内 竟然也偷跑 吴茂坤兼董事 没有承报教育部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报导说 教育部把管 锦窑管 周敏在台大 没有获得同意前 就担任台阁大的读董 不过到底现在有多少教授 多少官员 甚至呢 我们的教长本身好像也逃不掉 这样的一个质疑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说 这个质疑呢 被科技部长陈良基 证实在大学是一个常态 蓝英立委 柯志恩昨天在踢报 教长吴茂坤 自己在东华大学校长任内 兼任庆副董事长陈庆南 他的基金会 陈水来文教基金会的董事 甚至没有向教育部报和 说你这样的教育部长 有什么资格来指控别人偷跑呢 当然这个庆副 大家听起来更加敏感了 因为先前的案子纷纷扰扰好久 今天在中国时报有说 庆副呢 跟这个吴茂坤 庆副董作吴茂坤 跟吴茂坤的交情非常的好 恐怕呢 双方的交情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 而忠实今天在内夜做了三个版面 包括头版二 二版跟三版 通通都是来关心这一次的把管争议 二版版头说 变色龙选校长 郑大人应该出来抵抗 只要颜色对了 不想上都让你上 从卡管到把管 颜色变成能不能够当大学校长的唯一标准 颜色不对选上会就会被拔掉 颜色对的不想上都让你上 今天中国时报举的例子 一个是阳明大学的校长郭旭松 另外一个就是政大传播学院校长林元辉 说这个人是变色龙 他来选校长只要颜色对了 保证没有问题 其实现在大学校长好像有相当多争议 文化大学的校长林选争议 也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落幕 今天中国时报说 政大校长候选人的名单揭晓之后 本来是临选委员会发言人的 传播学院院长林元辉 最后一刻竟然变候选人了 这个林元辉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为是 去年三月担任教政大 检讨现行校哥委员会的召集人 因为政大部分师生反映说 校哥里头有革命啦 三民主义无党这些字眼 是由党国思想 所以希望能够征求大家的意见 但是呢林元辉提供这个所谓的靶子提案 把这个歌词直接就改掉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他的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的二版举出来另外一个例子 说他过去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不遮掩的 好在其他的这个话题讨论部分呢 中国时报下半版面有今天各大学院校 有一些所谓自主性的这个活动 台大新五四运动为大学自主而战 号召附中前上课21分钟 本来说要罢课 不过校方说我们不支持罢课 我们也不会准罢课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报导说 学生们就想了一个方法说 那我们到户外上课好了 我们不要叫罢课 我们要自己到外面去上课 这21分钟也被很多网友嘲笑说 为什么要罢课21分钟 这根本是下课 所以觉得说这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今天中国时报解释 为什么是21分钟 因为当年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名言是 一天只有21小时 剩下的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到傅中面前 想一想大家要守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今天在中国时报有相关的报道 好另外有人说台大这一次卡管的藏进人 是前校长杨叛池 因为现在的台大这个 历任校长都站出来挺大学自主 唯一没有站出来的就是杨叛池哦 所以有些人就质疑说你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说昨天站出来否认说这都是凭空想象的 呃他已经卸任了 不可能对新校长领选说三到四 强调这是行政伦理 这是杨叛池的说法哦 中国时报今天有做一些配合的报道 忠实三版焦点新闻大标台大140个读董教授顾立雄喊查 强调没有经过校方的正式同意就不应该上任 呃说整个争议未解读董的争议持续扩大 尽管会主委顾立雄在立法院财委会背询的时候强调 说如果你没有在呃之前就取得台大同意的话 就不应该当读董 不过现在好多老师都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 呃顾立雄说好吧那就通通查哦 所以今天在各报的评论版面都有说到哦 呃你通通查这一次株连圣馆啊圣馆哦 觉得这次会有问题的 今天呃在中国时报记者朱真凯的特稿 则是提醒民进党政府要从权力民事当中苏醒了 否则呢可能会输掉选战 吴茂坤的美国专利竟然是顾立雄的老东家承办的 顾立雄最近对媒体相当的态度呃姿态相当高 昨天又被问到了一些问题呃其中有一题是说 吴茂坤当时就是透过呃这个顾立雄的前东家万国律师事务所 去处理他的专利权在美国专利权问题的 这东西呢顾立雄并没有否认哦 他说当时确实是他们所承办的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今天的三版大标 好来听另外一个角度的声音自由时报二版说台大下周六要举行临时校务会议 在临时校务会议当中只有一个案子就是停管 所以呢今天自由时报批评说大学自治沦为讽刺口号行政体系前置 无视校内师生意见台大另外一股学生的力量说难道这就是校园民主吗 如果恶意排除其他意见台大教授质疑这一次的临时校务会议的公信力是不够的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二版大标 联合报说尽管会要查教授兼读董先上车后补票 林腾脚表示台大140位兼职教授九成五通通都没有获得先核准 顾立雄说尽管会在一个月之内会跟教育部研议修改法规 而联合报的这个记者说台大曾经修过内规哦 追溯读董聘其是通力 换句话说虽然说我们规定说要报备 但是因为这个来不及在整个法令修改前有很多都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来追溯追溯是一个通力的处理方式 今天的联合报报道 下半版面说台大可以提客与义务诉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哦 因为昨天的教育部竟然说把管不算行政处分 所以呢本来在台大校方要提出行政救济 但是教育部一说你没有这个并不是行政处分呢 所以你无从提出救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嗯这个感觉你要把所有的路都阻断了 所以昨天有学者痛批 教育部的说法根本是强词夺理 而律师许文斌也说 如果你觉得这不是行政处分的话 等于承认说你教育部对这个案子并没有处分权 哪里有不聘校长的权利呢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三版 好在整个新五四运动部分呢 联合报说今天有六千多人会参加哦 成大跟政大也会呼吁今天的活动 联合报的报道 好再来呃 今天在苹果日报则说 管中敏违法兼职担任读董 可以定蔡明星的薪酬没有回避 所以尽管会觉得这是大大有问题的 呃觉得说管中敏呢 你担任读董 你可以来决定蔡明星他的薪水 而蔡明星当然在整个临选当中 是力挺拟的 觉得这个没有做好 这个回避的动作 今天连苹果日报做到了八版版头 好听完了这个焦点话题之后 来听听看其他报纸的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这一则新闻 跟大家也是密切相关 我们先来听哦 中国时报头版头说 房地产的实价登陆修法 门牌地号全都录 地震三法的修法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争议是说 呃未来你过去呢 大概只要呃揭露说 你现在买卖房子的区段价格就好了 但是呢未来是所有的包括门牌啦 你的地号通通都要揭露 修法之后呢 大家就会知道这栋房子 到底值多少钱了 而且呢在整个实践部分呢 资讯揭露要缩短30天 外界的质疑跟担心 一个是说 嗯如果我卖这个房子获利曝光的话 会不会引人觊觎呢 我的钱财大家呃这个习惯说法 是才不露白嘛 但是这样一一一座所谓实价登陆 而且资讯这么公开透明的话 就逼大家露白了 还有一个担忧则是说 呃买卖双方对于这个价格的认定 还有你揭露的实价 到底跟实际的价格是不是画上等号哦 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操作的空间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就提到说 如果说有一些建商在游说客户的时候说 好我现在算你便宜哦 你如果呢我们来签两份合约 一份是来给实价登陆看的 另外一份是实际的成交价 我把价格拉低 你配合我签这两份 最后我真正登陆的价格是比 他实际的价格高很多的 是不是就可以拉抬这个地段 或者是呃这个建案整个的房价 这是在操作部分大家要担心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背后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防作假接下来的查核机制 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关键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的提醒 自由时报头版头 选前大扫黑 四名统促党的党员落网 41名置评对象 269个手下道案 警政署为了进化选前知安 实施所谓的全国大扫黑 到昨天为止减速41个制评对象 首相成员269人道案 有四个人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 其中担任高干 还有党部首席顾问的竹联邦虎唐 唐主朱家训 也是相当有名的重量级大哥 而竹联邦分子自称是白狼的左右手 也通通被抓起来了 选前大扫黑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头条 再来望报头版头 关心的是大陆90后 郝勇自信踏实竹梦 两岸青年壮志引五四 来配合现在的 今天是5月4号 来整理一下大陆一些 所谓的豪气北大女啦 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 大陆青年的故事 有一个还蛮妙的说呢 现在在大陆解放军的女兵群体当中 有一群年轻的女生 她们负责的叫做资通 以及资讯传输 是化物女兵 比起前线女兵是 以记忆跟快速反应渐长的 说这个化物女兵呢 一分钟能打160多个汉字打字 打得相当快 还可以随时回答出 100多个电话号码 如果你跟她说话 她听你讲话 三秒就可以知道你是谁哦 换句话说 你拿电话只要说一声喂 她就知道你是谁了 相当神奇 这个神奇的化物女兵的故事 三秒内听变人 今年旺报在三版做了整个版面 如果你是透过脸书 或者是YouTube直播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女兵长得还蛮可爱的 在她们的三版做了相关的报道 好听完了旺报的头版内页焦点 我们来听一下是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说 尺利无极限 苹果踢爆直升机重衰 没想到司令老羞成怒 竟然要查泄密哦 苹果日报大标 陆军私刑测谎200多人 大家记不记得3月15号的时候 苹果日报在头版做了一个独家报道 说有一个教官指导学官驾驶直升机 进行紧急状况处置飞行训练 没想到学官教官都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最后直升机重撞地面 虽然说瞬间拉起没有击毁人亡 但是这个画面被披露之后 国防部下令彻查说 这个陆军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 到底是谁把这个画面 把这件事情告诉媒体的呢 我们要查泄密 结果查泄密的方法是叫 包括塔台飞安组飞训组 机务人员 捧场人员将近200人 把你的公务还有私人手机 通通交出来 要把手机里头的电磁记录 来进行还原跟判读 很多飞官觉得说 这样子你影响到我的这个隐私哦 所以在飞官部分有人拒绝 没想到呢 这个如果你拒绝的话 不交手机 在陆军方面就说 我就要帮你测谎 如果说你拒绝测谎的话 就是你的忠诚度有问题 更离谱的是 为了进行密集的测谎 更让飞训停摆 不过这部分呢 军方是否认的 今天在苹果日报 做了整个版面 关于军方彻查 这起泄密案的这个焦点 当然一个是因为 这一则新闻是苹果日报 搞出来的 他们做到版头 再来是这个测谎到底 是不是符合现在的规定 有一些周边的讨论 当然在军方强迫交手机的部分 苹果日报访问的专家是说 这可能已经涉及到强制罪了 而且不能够强迫策谎 这些通通都是刑事调查范围 如果你真的觉得问题的话 就要交给军检军警去办 另外在苹果日报的 还有一个角度是说 其实从资安的部分来看 那部影片被行动通讯装置拍 而且还流传到外面 当然要查 你这次搞不好只是这个意外 未来谁知道你会流出去什么呢 代表说你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 整个管和是有问题 是重大疏失 而且呢 为什么这个人 他甘冒说可能会被你查到的风险 也要对外披露这件事情 代表你整个军方里头 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管是整个管理上或相处上 一定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是苹果日报今年头版的整理 好听完了这个苹果日报之后 我们还是要来听听看财经报纸的重点新闻 今年财经报纸工商时报 以及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头版头关心的是台北股市 外资大卖台股吐光了去年的买超 今年以来卖超1681亿元 台基跟鸿海这些全之类股受伤 而在内业工商时报也有这个角度 三板板头外资卖股走人决心相当惊人 昨天又卖了108亿 12档成为提款重灾区 这12档看起来也是蛮吓人的 因为全之类股不少 鸿海以及台积电都在这个榜单上 鸿海友达华邦店台积电宏基中钢 望宏统一联电台新金 仁宝跟台达电 这是外资呢 可能本来持股的水位就比较重 所以卖就先卖这些股票了 今天在公商时报的三板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 好 再来听到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 头版除了头版头之外 其他位置的新闻重点 经济的下半版面 央行偏割最快Q3 第三季之后才会升息 还有边栏提要包括美利率不动 调升通膨展望 被动元件好热 掀起第三波涨价潮 大学教授兼读董 全面清查 中国需求强劲 亚洲油价寒涨 工商时报的头版下半版面 联准会说会渐进升息 外界估计六月份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实价登陆门牌全兜路 赖魁拍板 习近平跟安倍今天非常罕见的电话热线 台电当包租公 南港市地5000平 外资卖股 走人 决心相当惊人 国家队力挺中心组半导体基金 还有一个最新调查 台湾网络的消费者 台湾的网络消费者 行为非常难捉摸很难预测 稍前过快 特斯拉连亏了5G 这是今天的编栏提要 而自由时报呢 今天则是报道说 选前大扫黑四个统促党党员路网 另外在下半版面的新闻重点 富商被偷拍性爱影片 小三有人要挟 安排跟马英九合照 好 简单来说这个案子呢 是有个林姓总裁 他跟马前总统交情非常好 自由时报说法 说他跟马前总统关系很好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林姓总裁被偷拍了 性爱影片 为什么人家要偷拍 要挟的是什么呢 不是钱哦 对方说 我要挟你 我拿这个影片 性爱影片 要挟你帮我安排一次 跟马前总统的合照 因为呢 我要拿这个照片 去跟官员索讨 我过去被征收的土地 代表说 我跟这个马前总统交情很好啊 所以你要把土地给我 我有政商关系等等 好 这个案子呢 现在已经被高院宣判了 两名勒索 涉及于仙人跳的男女 分别派行三个月跟六个月 可一颗法新确定 当然自由时报 今天题版在头版 内页部分也做了好大篇幅的报道 鼓励多元专长进修第二张大学文凭 只要48学分 所谓开放式大学 今年8月份就会正式上路 如果说你本来就有大学文凭 你想要拿第二份文凭 或者说你本来没有大学文凭 想要拿一个大学学历的话 这次所谓开放式大学哦 它其实是相当多的弹性跟空间 一个是如果是第二张 只要48学分 另外一个是你要拿这个文凭呢 你只要在十年内来修完这些学分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大学的学位 不需要修学 也可以申请所有的这个贷款补助 通通都有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的头版二题 边来提到德国住的代表说 挺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还有十分钟快筛资卡 独步全球准确率达到九成 以上就是今天早报头版新闻重点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听内夜的新闻报道 早上一杯咖啡 早安 妙虾我今天精神不错 对啊 因为明天要放假 放假前精神都特别好 心情特别好 还是有点咳 对我要赶快趁机喝一下水 这个杯子还不赖 保温相当好 鸭子座 谁知道什么是鸭子座 给他示范一下吗 不行 这边 我一直想没办法鸭子座 而且呢 年纪大没办法鸭子座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假设这是两只脚的话 然后你就 到我的脸书粉丝团上去看 有照片 膝盖往内弯 然后呢 要稍微 脚哦 大腿要靠在地板上这样子做 他说这是少女才做得到 我们这种欧巴桑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昨天确实试试看 我做到了 你知道欧巴桑做得到 但是你快痛死了 根本是不行 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呢 如果你要试试这个 昨天我们的智鸭 已经成功挑战 偶尽桑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不起 叫你偶尽桑 就是说其实你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然后把照片PO上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谁可以做得到 什么大头啦 还有我们亮亮主播也可以试试看 亮亮主播之前有练瑜伽 搞不好他可以做到 对不对 想看亮亮主播的快点喊声 赞虾 亮亮主播鸭子座 今天搞不好要密切关注 亮亮主播的粉丝团 他可能会有鸭子座的表现 今天的十一点新闻FACO不可 哎哎麦可成功了 你好棒哦 我的妈呀 所以你们都有少女的前职诶 不行回去要做到 我们要努力 你们的男生都做到了 我一定做得到 我要练 7点48分欢迎回到中广新闻 我是谢燕荣 早报新闻内夜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哦 各报的标题还有哪些内容 今天在联合报 今天内夜的要文版面来听到的是 民进党政国会不停声澳电厂 赖魁今天要报告能源政策 高志鹏等透过质询 要求行政院寻找替代方案 蓝营党团要检视政府过去能源主张 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差别 有没有上任之后呢 就换了一个这个脑袋哦 燃煤发电比2025要降到30% 这是今天赖魁要报告能源政策的部分内容 凯达格兰参会科皮不去了 因为中间同意阿扁参加 不过要求阿扁遵守原则 原则就是可能不能够上台 不能够演讲 不能够用录影的方式 录音播放不谈政治 不接受媒体采访等等 好另外在这个选战方面的话题 今天各报内页也看到还蛮多的讨论 中国时报今天四版版头 说谁可以操作民调 苏就是输 苏呢是苏贞昌的输 另外第二个输是输赢的输 意思就是苏贞昌 你输就是输了 不要再去操作民调了 前新北市长侯友宜 获得国民党提名之后 大幅的这个领先苏贞昌 在民调方面的数字呢 被民进党说 这是国民党操作假民调 今天中国时报说 哎呀不要这样说 没有人会去操作民调 可以操作民调苏就要 这个认输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版头大标 四版 另外在联合报方面说 这个在台北市长的选举部分呢 绿营高层说 如果自提人选的话 就是礼让国民党 换句话说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会不会自提人选 大家觉得好像倾向不会哦 应该是要挺科匹 否则就把台北市长 宝座让给国民党了 自由时报也是这样说 说北市长的选举哦 现在呢 有两股声浪 一方面是担心 被国民党整晚捧去 另外一个则说 宁可战死沙场 立委也希望自己提人选 民进党内反客的声浪高涨 其实自由时报这几天听得出来 他的立场就是希望不要礼让 所以在今天板头大标 包括内业呢 都有很多 在民进党部分 立委的反应 以及议员的反应 希望能够自提人选 再来听到是我们的政府 组改中国时报的政治要文版说呢 现在行政院通过了43个组织法的修正草案 环资部 这个环资部呢 下面有七个机关 会变成天下第一大部 环保署升格为环资部 交通部改为交通及建设部 经济部改为经济及能源部 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而环资部的讨论是最多的 这一次环资部包括中央气象署 水资源保育署 森林及自然保育署 水土保持地质矿产 毒物跟化学等等 还有环境管理 生物多样性森林保育 通通都算环资部的业务范围 不过呢 今天一个讨论的焦点是说 你没有把国家公园纳入 被环保团体批哦 说这是一大败笔 因为呢 你要来看整个国家公园 九成六的土地是林务局负责的 这一次竟然没有并入环资部 是阻改的一大这个漏洞 今年中国时报在内夜的批评 好晚上十点钟 限电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节能 有什么样的帮助 到底可不可行呢 今天苹果日报八版政治版 做了整个版面的讨论 林敬益直询先播 晚上十点限电被批哦 但是他昨天反批 湘民你们划错重点了 我讲的别的东西 你都不注意 通通来看这个东西 但是呢 民众的反应很直接说 有种你去先限财团的店啊 你去限我们的总统 或行政院长家的店 不要来限我们的店哦 这是苹果日报 今年整个版面的报道 昨天早上 如果你去领这个邮局的ATM领钱的话 可能有一度是领不到的 超过3000台领不到钱 邮局ATM大档机 三年吞彩两次 竟然没有检讨 所以消息会提供说 中华邮政 你的整个螺丝是松动的 中华邮政昨天公开道歉 说是我们交易城市改版出了问题 所以最后才会大档机 好 在新竹的马街部分则是传出 有小朋友打错疫苗了 马街医院新竹院区 今年二月份把五合疫苗 当成了逼干疫苗 是打在四个 才出生一天的小宝宝身上 发现误打之后 更糟的是哦 这个医院竟然没有告诉家长 也没有通报卫生单位 直到有媒体电访才说明 消息才曝光 很多家长说真的是太扯了 隐瞒了三个月 这是联合报的标题内容 而在苹果日报也报道了这则新闻 因为这是一周刊率先披露的消息 所以苹果也帮他做了一大板 而新竹的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了 好打错疫苗真的蛮扯 家里有小宝宝应该都知道 打疫苗之前他会再三跟你核对 叫妈妈来看爸爸来看哦 三毒五对 要先这个避免给药的疏失 相关人员必须要先读出药品的品名 拿药给药归药 要对这个病人要对时间要对 药物要对剂量要对途径要对 他会再三跟你确认之后才给小宝宝打疫苗 没想到还是出现了错打疫苗的疏失 这是今年苹果日报的报道 一公被性侵六年来每年超过一百起先察院的报告说 受害者七成是家庭的贪护工 行政院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一公的人身安全必须要归纳给家世老公保护法来加以保护 喜欢熊赞的听众朋友不知道 您喜欢的是金牌熊赞还是海洋熊赞呢 今年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给熊赞好大篇幅哦 因为呢现在20个台北市医院联署哦 说他们要拒绝熊赞闹双包 我们喜欢原来的金牌熊赞 我们不要后来点上蓝色的海洋熊赞 而且本来哦 说这是因为商标权的问题 但是后来好像也通过了制裁权的商标注册 就觉得打脸你市府先前的说法 你花了113万去为整形 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熊赞呢 竟然被很多网友嫌弃 如果说你是赞成金牌熊赞的话 网路上还有另外一笔鼓的势力 是会去马上去反批你的 所以自由时报角度说 如果你挺金牌熊赞的话 就会被网路霸凌金牌熊赞哭哭 这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吉祥物的讨论部分 各报都有好大篇幅的报道 支持金牌就会被攻击 熊粉陈勤 希望议员还有市长能够出来帮帮忙 帮熊赞说说话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报的新闻重点 我们时间好像到了7点55分 来不及练体育新闻了 那也请大家呢继续支持八点的中网新闻 我是谢恩荣 八点新闻稍后继续锁定 拜拜 拜拜